今天來公佈 今年第一月 因為破上風來希望的案例 這是一個地點 通流變的七十五歲 還是什麼 在這過年叭燒時 這腳去的這個魚子 來刺到胸 總統來衛到破傷風 所以總統這麼快就 惡化不幸翁生氣 另外也有兩個人 在過年後 因為這流感重症 刺到 前一段在屏東的七十五歲路線 今年前因為叭燒 頂著牠給牙齒 手魚子刺到 雖然第二天 難過經過精速去注射 不過最後要是因為 空氣歐化 變化多層器官衰竭 不僅僅心 這邊關西局之處 這位路線本身有 湯流鼻鼓鼻鼻鼻鼻鼻鼻 這也是今年頭一個 今十二來第五月破傷風 死亡的故案 另外一邊關西局 公布上禮拜新增 三十五例流感病發情 確定病例 其中有兩例是感染H1N1死亡 那他的年齡都是在三十到五十歲中間 沒有接種過流感疫苗的成年人 那出現流感的症狀之後 那都是病發這個多重衰竭 而器官衰竭而死亡 那他們本身是有慢性的疾病 一般的流感已經有三百六十五的 確定病例 其中二十九例死亡 比上級的流感規一千兩百控能 有一百二十一例死亡 減少純粹 雖然疫情有犯法純粹 不過一邊關西局調查發現 今年後的重症狗案 純粹都是今年實在感冒 其實帶到上禮拜 再來看醫生 能夠治療時期 記者綜合報導 請看醫生